楼梁大头是演员 自由高照我是浩仙 我们看一下国内的新闻 首先看一下这个中小企业和这个跨境电商的事情 那么阿里巴巴呢 然后因为在马来西亚 它的这个电子商务平台 除了这个有这个 应该是说是什么 猫就是这个 那个它的平台叫什么来着 然后双十二双十一 天猫 对天猫 还有另外一个本地的平台 就Lazada 然后这几两个平台 但同时呢 它也在就是 也举行了一些 包括阿里巴巴商学院 举办了一些电子商务的培训项目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在马来西亚会有市场呢 有很多的中小企业会参加呢 那这一个电商 算是最近的这一个 就是每个 就是大家都靠电商来赚钱了吧 然后就阿里巴巴也是其中一个 就最好的一个平台 那是为了提升呢 我国这个中小企业利用互联网经济 来进行一个跨境贸易的技能了 然后阿里巴巴这个商学院呢 就举办了这个B2B商对商电子这个商务培训项目的 那共有330家中小型的这个企业呢 是受惠了 那来自全国9个主要地区的330家中小型企业呢 就参与了分别为两期的这个B2B电商培训项目的 那这9个地区呢 是分别有来自吉隆坡啊 雪兰儿 霹雳 冰城 吉达 柔佛 登下楼 沙巴 沙尔 越古镜 以及这个深美兰州的 那根据这样子的这个报道就说到呢 马来西亚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B的这个项目B2B呢 业务总监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业务总监呢 然后这个总裁助理呢 将伟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到呢 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 马来西亚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全球贸易中取得成功 还有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和工具了 嗯 假如说其实我相信能够参加这个B2B电子商务培训项目 这些中小企业们 大部分还是比较有就是有一个资金垫底的 有这样子有相就有一定的这个销售额 然后赚一定每个月有固定的这种profit 这种企业是参加的 但是其实更多的我相信在马来西亚这方面 就年轻人更需要得到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 这种这种技术的一个培训的 那么针对年轻人是不是阿里巴巴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因为毕竟嘛我们知道年轻人他的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财力啊 没有这个中小企业这些老板们 他们他们有的一个财力雄厚 那么在此基础之下呢 因为我制造这个电子商务培训项目需要付费的 付费才能参加这个培训项目 而且这个费好像似乎的一两万 大约的一两万这样子的一个数目 不便宜的一个数目 对不便宜的一个数目 那么究竟怎能够让青年人们 然后参加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培训过程当中 技术的培训过程当中 从而有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的一个成长 还有也有利于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发展 因为青年都是未来的希望嘛 所以这方面似乎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给予的机会啊 给予年轻人的一些机会了 呃除了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呢 最近呢这个华总的总会长方天兴呢 就建议啊 他建议成立一个一带一路华人经济代 呃他说呢 让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华侨 华人企业和华社 参与各领域的一个建设 然后呢 还是呃 加强开拓商机文化交流和人文互动等多方面的一个合作 嗯 那方天兴他也是有说到呢 中国这个中国人大华侨委员呢 也会考虑 也应考虑了 那除了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之外呢 也进一步把海外中国人列入为关注和服务范围 那他在昨天的时候就接待中国人大这个大华侨委员主任啊 的时候呢 提出了这两项呃建议啦 那这个访问团成员就包括了这个中国人大常委的这个委员啊 移民单位根据这个这个啊 数据显示呢 就到现在呢 至今呢 就已经批准了超过三万五千名来自世界 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以及地区申请者 然后呢 其中中国是占据多的 占大概九千个人或是四十七八千 那还是有说到呢 平均就每每个月啊 就五百五百个人 五百名中国人申请了 一年呢 就超过五千个人申请了 就是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呢 他也是说到呢 随着中国在各领域方面呢 快速的发展还有崛起呢 海外中国人的群体呢 正不断的快速框大 尤其是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呃 带路下了 然后越来越多中国呃 这个领导 还有这个技术经营不断的涌入这些沿线的国家 那成为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双边贸易技术呃 基建和金融多个领域合作的 先锋部队 嗯 其实他提到这个 大家现在都在往一路一带这个 这个几个字上靠 是吧 然后也想出一些想好的想法和点子 如果这些好的想法和点子 哎 能够成立的话 能够靠住的话 也许呢 他就能够成立一个机构 然后成立完一个机构之后 这个机构呢 就可以拉拢很多的人脉 呃 你包括中国的人脉来到这儿要拜访这儿 然后这儿的人脉也要拜访这儿 那么所汇集的那那那那就是资源和人脉了 所以现在啊 就其实商人的脑 脑头脑还是蛮灵活的啊 然后一带一路华人经济带 想想如果说这个真能够成功的 的话呢 相信一带一路国家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还是陆路上的 陆路上的跟呢 也许呃 我们跟海上丝绸之路更近一点啊 然后呢 这几个国家 嗯 包括华人地区 华人社区的 大家如果说能够都联系起来的话 那他就越来越壮大 越来越壮大的话 他的资源就越来越多 资源越来越多呢 那他就有利于商人做生意了 所以呃 好像似乎其实这个这个时代啊 我们这个商人呢 要想要想做好生意的话 也是需要需要看这个风向的 需要看理念的 然后跟着风向走的话呢 肯定去赚钱了 嗯 好 我们除了这个呃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政客啊 煽动民族主义 这个大马的种族风化越越趋严重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嗯 那这篇报导是有说到呢 东南亚政治研究者 呃 这个啊 Brijet就有说到呢 在走向哪里 司理的领导下呢 大马 种族分化的问题在走向另一个高峰 那他还是说到现在这个政客的这个政治计量呢 是利用种族之间的才制造分析 然后分化各族的同胞 那过去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一直都是在努力维护 维护各族的利益的 然后包括了就是国际政府啊 那现在却不一样了 那这些政客呢 就利用了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啊 然后散风天火 然后这不是在团结大马人 而是在利用种族关系创造自己的利益 也是在分裂这个人民的 那最为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城市的地区 像吉隆坡 雪安 阿 槟城啊 这些地区 其实都有很严重这样子的问题出现的 那我们 因为我之前在看过一些报道 就有说到呢 在一些可能比较乡村地区的 有一些餐厅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很三大民族的 就是在一间餐厅里面 共享吃东西之类的 并没有被分化太多 反而就是我们这些城市地区啊 就越来越分化了 你看到这一整个地区 可能这个就是华人的地区 然后那边只可能只卖华人的食物 然后就是连清蒸食品都不会有的那一种的 然后啊 然后就这些地区可能还是比较 就是专攻在一些清蒸食品上 一些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地区的 是的 其实他的分析就是还是蛮中棍中举的 我看了一下全文 另外的一个方面 其实为什么现在我们 这个确实大麻的种族分化是日趋严重吗 之前其实 之前到现在为止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趋势 但是之前其实也有 那么也许在之前的之前更加好一点 然后也许因为现在 就刚才好闲所说的区域的不一样 包括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这个风貌 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他在时间上有一个有有有有一个就是分化的一个 呃 趋向于严重的趋势 他不能说是越来越严重啊 然后但是在这个 空间上他也有一个不同 也就是说时间上和空间上他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变化的 呃 那么在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说现在的大马的种种族这个风化 呃 趋于趋于越来就趋于比以前严重了呢 呃 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因素 其实现在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 现在的这个 趋势呢 就是 因为也许很多华社的朋友们或华社的这个评论人都不想说这句话 但是现在已经是这种现象了 这种现象就是 现在已经是就是趋向于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这种状况了 虽然呢 华人也在政府里有职位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们想说的这种职位 嗯 就是华 马华的这种职位在华人的眼里感觉好像就像 就像是 呃 就像是 叛徒啊 就是像是 像 谁当时是谁所说的一句话来着 还是 潘 潘建伟所说的一句话是谁忘了哈 就是反正是反对党的移民领袖说的一句话说 在吃面包扎啊 这样子的一种角色 可能呃这个华人的这些政客在就是在在朝的这一些呃 政治家只能够在呃就是简单说只能够在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上面而开就可以做决定了 而而且做这种呃发言的嗯 可能反而是在做重大决定当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没有权利了就说啊华人的这个事丽呢已经是 也只能够缠绕在一些小课题上面的而已 也不就这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大的课题 都不能够轮到他们插手了 是吗 盐盐你的意思是这样 也不能 也就是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说 就是不能太清晰说的 太清晰的话就是容易有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确实在国阵这方面 还是巫统当家了 我们应该这么说 然后呢另外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已经形成了马来人在朝 华人在野的这种局面 然后这种局面的产生呢 然后它就会容易产生大马种族分化 是有这种严重的趋势 因为呢巫统认为 因为在505这个教训啊 对巫统来说还是蛮大的 这个教训让巫统认识到了 假如说华人90%以上都投给反对党 那也不能够 他们认为那也不能够 就是那也不能够推翻巫统的执政地位 这是他们很清晰的认识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这样一个道理认识呢 就趋向于 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情形 就是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这种情形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走向 所以呢 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想想就是巫统呢 他他会着力的维护马来人对他的这个支持 因为他认为马来人只有马来人 马来人支持我了 无论华人怎么不支持我 也不能够撼动我的这个地位 所以马来人的血票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他他就会说一些这个种族上的话语 或维护马来人的一些团结的话语 或实施一些有助于马来人的一些政策 以得到马来人的支持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情形 就是大麻的种族的这种这种分化 好像似乎比以前要要 不能说是严重哈 比以前要加重了 这样的一种趋势 呃 所以最近另外的一个一个显像呢 也是明显的这个显现出来 就是在巫统这方面 国阵这方面 他宁愿的去争取中间选票 也就是印裔穆斯林和印裔的选票 他也不会发更大的力气去支 去去获得华人的选票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趋势 因为他认为 呃 这个我同样 我同样付出了同样的努力 也许我可以让印裔穆斯林 或印裔来投我 但是我同样的付出和努力 和加倍的付出和努力 有可能华人都不会投我 所以他也认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特点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转向 所以这个现象呢 我们是需要去清清楚楚的看 看明白一些 然后呢 再再想想我 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 谢谢大家